欢迎大家收看什么唐睡泡 很多观众就说 唐你经常说香港岛的历史 你不过来九龙的? 我很少过来九龙是真的 今天特意过来九龙 过来九龙选择一个最重要的地标 其实这个地标是延长到很远的 如果说香港最繁忙 最有代表性的道路 我相信尼敦道都应该去找佔第一了吧 尼敦道你说长不长 全长只不过3.6公里 由尖沙咀一路伸延到太子 途径有左敦、尤麻地、旺角 最后去到太子那里 正所谓最有香港特色的地方 尤尖旺全部包揽齐齐 想看真正的香港是怎样 走一转尼敦道你就知道了 尼敦道大家都走过 里面这些临隘大道 虽然很多树 因为兴建新的房屋和改建道路的关系 都斩了很多 但是这些树都陪伴着 我们一路见证着香港百多年的发展 尼敦道其实是怎样来的 你又知不知道 这里叫尼敦道 你知不知道尼敦道的名字是怎样来的 尼敦道的名字是怎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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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敦道的名字是哪个 你猜是哪个 尼敦道的名字是哪个 尼敦道的名字是哪个 总之为了纪念他而来 对啊 类似是这样 谢谢 不知道 尼敦你觉得是什么 尼敦 应该是一个物品 尼敦道的名字 是啊 但是尼敦道是哪个 尼敦道的名字是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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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敦道的名字是否以前的港督 是 谢谢 答案是否很棒 但是基本上他们都猜得对 是一个人名 纪念一个人 麦粉 这个人就是香港第十三任的港督 尼敦爵士 Sernayton 但是其实 这条路为了纪念他吗 是的 但是其实又真的好像不关他事 尼敦道一定是关尼敦爵士的粉 一定是 但是尼敦爵士有的时候 尼敦爵士未有来到香港 那怎么会由他去粉 尼敦道真的有很多故事 远至1860年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九龙半岛 还未割让给英国的 北京条约都还未签署 1860年夏天的时候 英军工程部的工兵 就已经在尖沙水海旁 大兴捕 开始收窃这条所谓的尼敦道 当时不是叫尼敦道的 那个范围也是很短的 后来收窃了这条道路的时候 有第二个名字 它叫做罗变神道 跟香港半山那条罗变神道 是一样的名字 话说那时候 既然未签署这个北京条约 九龙半岛还未割让 喂 英国佬不要那么狼 施赠抢灯登陆 还要大兴讨 其实你有所不知 虽然主子未签这个条约 但是当时的两广总督盧崇光 竟然每年五百元这个租金 用租赁形式将九龙半岛租借给英国人 于是他们就在这里 开始修建这个所谓的 罗变神道 也是后来的尼敦道 当时的范围很短的 讲开尼敦道有很多最怪的地方 其实是1860年之前的尖沙咀 只不过是沼泽区 当然都有农村有农田的存在 这里那时候四围都是迷零一片 尼敦道最初开拓的时候 开始的地方就是由中间道 一路伸延到去阿士顿道 那里这么短的 一般香港的道路 号码偏排都是由小到大 通常就由一号开始至几百号都有 但是尼敦道非常之特别 开始的第一个号码 竟然是19号开始 一至18号去了哪里 其实最初是有一号的 尼敦道一号 但是后来因为有田海的关系 开设了有新的火车总站 于是那里就叫梭士巴利道 然后那一部分的位置 就偏入了梭士巴利道的范围 于是这里就斩了1至18号 事情临到1904年的时候 香港第十三任的港督 尼敦爵士正式上任了 他上任了之后 他真的有一种高尖远足 他接收了九龙半岛这里 他将这一条 原本叫做罗边神道的地方 就继续阔阔 而且是伸延的 产平了在佐敦那一带的山丘 一路伸延出去 而且他还有一种很奇怪的想法 他觉得那时候的罗边神道 应该有六线行车这么阔的道路 即每一边是三线行车 你想想在1904年那时候 香港根本不会有什么汽车的存在 亦都不需要那么繁忙的街道 所以那时候 那些人觉得 简直是一个大白杖工程 大义务当 每个人有个名字 英国人都自己笑他 叫做Naydan Spoo 即是尼敦你这个傻佬 做了一些蠢事 但是看回来 如果在现在来说 真的有六线行车的话 是不是很好的一件事呢 在当时尼敦爵士修建了这条路 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呢 他觉得需要由尖沙咀开拓一条道路 是一路伸延到新界那里 贯穿南北的 其实他本身是一个军部的人 亦是工程师的出身 九港铁路的鹰段 即是由尖沙咀到炉段 那条道路工程 亦都是由他亲自去设计的 所以后来在他的任内 是由尖沙咀火车站这些出现 亦都是由梭士巴里道 这条道路的形成 尼敦任内都发生了很多事 包括他上任的时候 香港岛那边的电车 就正式通车了 还有他一些建设都关他事 这个塔是不是很漂亮呢 很有特色也是发定古迹 我们现在身处这里叫做信号山 亦都可以叫做大包米信号山 其实这里和尼敦都有多少关系 信号山是属于天文台的范围 以前是1907年的时候兴建的 那为什么要有这个信号山的所在呢 因为1906年9月18日的时候 香港曾经发生了一场很严重的风灾 有台风集港 造成很多人命的伤亡 和财物的损失 有见及此 尼敦就决定要在天文台的旁边 设置一个信号站 当有台风的时候 就会掛起台风的信号 去警告周围的市民 和在海上作业的人 让他们知道早点要找地方避风 直至尼敦退任之后 他继任的港督劳吉着氏 就是为了纪念他 将原本叫做罗变神道 第一就是为免和港督的罗变神道 混淆了 于是就改变为尼敦道 不说大家可能不知道 有这么多人的港督 尼敦是唯一一位英籍 但是犹太裔的港督来的 他上任的时候 正值就是在欧洲和俄罗斯的地区 沙俄时期 是受到很大的迫害 犹太人是开始处于一个水深火热的状态 但是英国皇室 都是对于尼敦的家族 有很大的信任 也是屡次是毁与重任 离开了香港之后 他继续去了昆士兰那些地方 是做一个总督的 香港每一个角落都有不同的街道 每个街道有不同的名字 而每一个名字后面 一定有它的故事 什么唐水埔继续为你介绍 香港的历史 希望大家会喜欢 喜欢的话 分享给你多点的朋友 一起去支持 什么唐水埔 欣 organised 永坚 張 嘞 我于灰 在这种以后 考试 原来